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Choco,我是Jane 今天我们要来继续做Layout 如果你还不知道Layout Protocol是什么的话 建议你先看我的上一支影片 这支影片我们主要会重复再次练习上次学过的内容 不过情境稍微复杂一点点 然后这次的Spacing会用View提供的Spacing 那这边Preview的呢就是我们这一操作的Flow Layout 这个Layout的方式就是它会 让每个View照自己的理想大小一直排下去 排到空间满的时候再换航 所以这边可以看到每一排的数量 还有每个View的宽度都不一样 然后在这个Layout里面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所有View 做至中或是向后对齐 在不同的字体大小它还会自动调整 好那这个就是我已经做好的DemoStruck 我们现在来自己做一个全新的 它一样就叫做Flow Layout 然后它必须要Conference to Layout 我们先来把相关的参数设定好 在这边我们可以自己决定一个固定的垂直距离 然后横向的距离我们等一下是要直接用每一个View预设的距离 那第二个可以放的参数就是这个Alignment 我就直接用文字的Alignment 因为它里面刚好就是有这三个我要的 好那接下来这个Size that fits 我要怎么知道这个Layout有多大 这一次我们没有限制我们的View 只要它不要超过这个画面的大小 它想要多高或者多宽都可以 所以这样子我要知道这整个Layout有多大的话 它的宽度就会是每一排之中最宽的那一排 像这边来说就会是这张图片的宽度 那它的总高度就会是每一排的高度相加起来 因为这边可以看到每一排的高度也不太一样 所以这边我先把这个写起来 它的宽度就是最宽的那一排 然后高度是每一排的高度相加 也就是说这边都是根据那一整排的情况来决定 所以我每排出一排我就必须要来更新这些数值 也就是在这边我必须要先loop我的每一个View 确认它们到底会被放在哪个位置 所以这边我先来大概写一下哦 我来存取我的subviews 那在这里面我要排的话 我就是要先确认它的尺寸 所以它的尺寸就是使用size.fit 但是只有这个大小还不够 我们要的不是它单独的资讯 而是每一排的资讯 所以我需要知道这个View会被排在哪一排 也就是我刚刚说的 我们在loop的时候就要模拟排看看了 所以我必须要知道 现在这个View它的这个尺寸 丢进去之后会不会超过整个宽度 假如会超过的话 它就应该要换到下一行 假如没有超过的话 它就可以继续放下去 所以这边后面应该是会有发生一个switch 如果有超过的话 那就是换行 如果没有超过的话 那就是同一行 所以这个switch的判断就会是取决于 现在这一排的宽度 以这一行来说好了 假如我现在排到这个chalk code 那我要知道这个UIKID可以排进去 那我就是需要先知道这个chalk code排到了哪里 那从这边再加上他们两个的spacing 再加上这个UIKID的宽度 那这整个总宽度看看 数字已经超过我整个空间 有了宽度 所以就是现在这一排的宽度 加上spacing 然后再加上这个size的宽度 那这整个数字看看 有没有超过总宽度 那在这里loop我是为了要找到这两个值嘛 所以最宽的那一排 就是在我每次换行的时候 我来检查现在这一排是不比之前的宽 如果是的话我就会更新这个变数 那第二个是每一排的高度相加 这个会变成我要存两个变数 一个是现在这一排的最高的高度 另外一个是到前一排为止 总共的高度 所以我可以设定这三个变数在loop的时候 把这些资讯找出来 但是我觉得这一段code基本上 我在跑的时候就等同于放置view了 因为我在这边又要检查大小又要检查位置 所以这一段loop我觉得我可以再等一下 放置view的时候一起使用 所以在这里我就想要不只是存这些东西 我想要把我已经找到的位置和大小资讯都存起来 所以我就想要用cg rack来存这个资讯 如果你不熟cg rack的话 我在这边有准备一张图 好看一下这张图 这个就是一个cg rack 一个cg rack可以表示一个矩形的位置和大小 它会有它的最小X和最小Y 还有最大X跟最大Y 也有它的宽度跟高度 那这些就是我在loop的时候想要存的资讯 那我要存这些资讯 而且我要保留每一排的概念 我可以把这些cg rack放在一个二维的array里面 但是那样对我来说写起来不直觉 所以我要建立一个rule的struck 那在这里面存的就是这一排的cg rack 所以我们会有一个viewracks 这个属性里面就是这一排的所有cg rack 那我现在把rule的概念拉出来的话 我其实还可以在下面再设定一些计算属性 因为我们在下面这里 我们会需要知道这个rule的宽度 还有它这里面的高度 那我就先把这些东西都写起来 这个宽度我们要怎么拿到 其实就是这个viewracks里面的最后一个view 里面的最大X的位置 这边我可以直接用最大X 是因为我等一下在排的时候 我一定会是从0开始排 所以我不需要担心要剪掉 第一个view的最小X的这个问题 那再来就是高度的部分 高度其实就会是这个cg rack里面 高度最高的那个view 所以我可以先map到这个高度的属性 然后选里面最大的 好这些大概就是我的rule里面需要有的资讯 那我接下来就是要在loop的时候 完成这些view 所以我在这边会需要先建立这个变数 我的rows 一个rule的array 那我们刚刚已经说了 这个rows我是想要在后面这个方法一起使用的 所以这整个东西 其实我可以把它 现在就拉成一个独立的方法 它就是会传给我一个rule的array 所以在这里它会需要有subuse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具体这边 我们知道要怎么写 首先就是我们要有这个proposal 那我们的proposal会是希望 不要超过这个画面的宽度就好 应该说它要存放这个空间的宽度 所以这里我还需要知道这个空间有多宽 它还是一个cg float 但是我要把它设成optional的 因为这边送进来 这个proposal不一定有宽度 所以我一开始就会让没有宽度的情况 直接回传一个空的array 这样子我们就确保这里一定会有个宽度了 那这个proposal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共用的proposal 那这一次我就要用给它宽度跟高度的方式建立 宽度就是我们刚刚已经定义出来的最大宽度 那我们没有限制它的高度 这样我就可以把这个proposal放进去 这样我们就有它的尺寸了 那我们接下来想要知道就是 现在这一排的宽度 那既然我们现在已经有在rule里面存了cg rack的资讯的话 我就可以直接去读最后一个rule里面的最后一个view 看它的最大x停在哪里 我就从这边再往下算就好了 所以这个地方我可以设定一个前一个rack 它就会是rows里面的最后一个 这个最后一排里面的cg rack里面的最后一个 但这里面有可能是空的嘛 所以也需要给它一个预设的 那就是一个zero的cg rack 那这个地方我就可以直接把它存取 previous rack里面的最大x 好那再来就是spacing的部分了 spacing我们要怎么取得 我们刚刚有讲到 每个view它们有自己的spacing 诶我这边怎么跑不出来 哦这里稍打一个s 好这样应该可以跑出来 每个view它会有自己的spacing这个属性 那进到spacing这个属性之后 它就会有一个可以计算距离的方法 所以你会需要有两个view才能够计算这个东西 也就是在这边我必须要拿到前一个view 我才能够计算 所以我要拿到前一个view 比较简单的做法就是我直接来loop endesis 那这样我就可以拿到前一个view 但是这个index有可能会是0 所以我在这边应该要先设定index是否等于0 如果是的话就是no 那在spacing这边我就改成透过这个previousview 去存取它的spacing 然后再计算它跟另外一个view的spacing 也就是我现在这个view 它的spacing 那最后这边我就是要写 我是要计算它的横向的spacing 还是直向的spacing 那这边我们是要横的嘛 所以就是horizontal 但现在这边这个会是一个optional的 所以最后我应该要给它预设的一个值是0 好那现在这一段就完成了 我们剩下就是这个总宽度 总宽度其实我们刚刚也已经有了 所以我就把它复制过来就好了 嗯这边抱的错的是什么 哦这个最后一个值会是optional的 但其实这边我可以不要让它是optional的 我可以让前面在没有view的时候就先直接return 那这样子我在建立这个row的时候 我就可以直接先建立一个 已经有row的rows 念起来好饶舌 这样子 这个rows里面就一定至少会有一个row 好那其实现在这样写不会有问题 但我会想把它这里改掉 因为我们这里找前一个view的目的是找spacing 所以我真正该确定的是这一排是不是空的 如果我用现在的写法 我以后回来看就只会觉得我是单纯的在找上一个view 所以我还是想先把它写的明确一点 就是在rows的最后一行 如果它的view rack是空的话 那其实它就是没有前一个view 好现在这样我们这个条件就完成了 那我们就是要来处理换行跟同一行的时候 我们要做什么 换行的时候其实就是我的rows要再新建一个新的嘛 那在这个新的里面就是要放现在这个view里面的rack 所以我来建立这个rack 它会是一个cg rack 它的size其实就是这边已经建立出来的size 那它的位置要怎么写呢 基本上既然它换行了 那它的exo就一定会在0的位置 然后它的y就这边 这一排的many加上这里面最高的那个高度 就会是它的y 所以我在这里可以直接使用前一个rack的资讯 所以就是previousrack它的最小y 加上我们所有rows里面最后一排它的高度 好这边我就可以建立这个新的rows 这样换行的处理就完成了 那接下来如果是同一行的话 那其实就很单纯 我就直接在同一行里面 它的cg rack去append这个新的rack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要append的话 你是不能用last的 因为这边应该会写 因为last是只能get的 所以在这里我必须要透过index 来称取到它的最后一排 所以我一样建立出这个cg rack 那现在这边它的x 就会是前一个rack的最大宽度 再加上它们的spacing 其实就是我们这边写的嘛 然后它的y轴就跟前一个rack一样 因为并没有换行 好这样子就loop完我们的row了 我们把这个丢回去用看看 我们在这边建立我们的rows 放入我们的subviews 还有我们proposor里面的宽度 那接下来我们就是透过这个rows 来取得这两个值 最宽的那一排 其实就是我就存取rows里面的每一排的宽度 然后再读取到最大的那一个 假如没有的话就直接代入0 那最后这个每一排的高度相加 我这边可以用reduce去加上每一排的高度 但因为其实我们已经有具体的位置资讯 而且我们开始的x跟y都是0 所以我其实可以直接找最后一排的最大y的位置就好了 所以这里就会是最后一排viewrack最大y的位置 然后一样找到最大的 假如没有的话就是0 好这样子应该就可以算出我们这个layout有多大 我们先来试看看会不会爆错 好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 往下拉 这个图片都被放在中间 我们现在就来放好这些view 那到这边放置subviews这边 我们刚刚其实就已经准备好资讯了嘛 所以我可以把这一排直接复制过来 那这边的proposal 其实可以直接用bounce的宽度 那接下来我就是要去loop这个rows里面的rack 所以我要一层一层的loop进去 好我拿到这个rack之后 我就是要用这个rack来放置我们的view嘛 那其实我在这边loop到的rack的顺序 就跟subviews的顺序一样 所以在这里我可以新增一个index 来存取subview 这里我就可以拿到view 就会等于views 刮虎index 然后我要记得每一次loop完 index要加1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放置这个view 它的大小proposal 我们就可以直接用cgrack里面的尺寸 然后它的位置 我先直接把cgrack里面的xy放进去 诶我上面写错了minx才对 好现在它们都被丢进来了 然后发现我忘记夹垂直的spacing 我先把这个spacing加回去 我应该要在换行的时候 再加上这个vspacing才对 好vspacing回来了 但是现在它们的位置都是从0开始 我们应该要进到这个bounce的相对位置才对 所以我在这里加上bounce的最小x 还有bounce的最小y 好现在这样它们就排好了 那我就只插最后一步就是要加上这个对齐的功能 我们先回去看一下原本的demo layout 看看对齐是怎么做的 这边至中向后 可以看到每一次变化的时候 每一排移动的距离不太一样 但是这个ro本身并没有任何的改变 也就是其实只是一开始摆放的位置不同了 再向前的时候 它就是从最前面的地方开始排 然后在至中的时候 它会让两边有样的空间 然后再向后的时候 这些空间这些多余的空间 就全部被放到前面 所以我们就是要重新调整这个 开始的x的位置 也就是刚刚这边bounce.minx这里 这个数值应该会受到我们的alignment影响 同时也会受到这个ro本身有多宽影响 所以这个东西我就想要把它放到ro里面一起解决 所以我想要在ro里面有个方法是取得开始的x 它会回传给我一个cg float 那这边它当然会需要知道它的alignment 就是在里面根据alignment做switch 那leading基本上就是刚刚的回传这个bounce.minx的部分 所以在这里我也需要这个bounce的资讯 那再来就是center的部分 center的话其实就是把剩下的空白处平分在左右 所以前面就是要再加上那个剩下的空白处的一半 所以就是一样会有这个bounce 但是我还要另外再加上这个bounce的宽度 减掉我本身的宽度再除以2这个数字 那剩下的train就是直接把这整个东西都丢进来 不需要除以2了 那这边这个minx加上它本身的宽度 其实就等于maxx 我就直接把这个写成maxx就好了 好我们这样再来试看看 把这边换回我们刚刚设计的layout 那我们选一下之中 诶? 我忘了把这个刚刚做的方法丢进去 好我们在换每一排入的时候 我们就要重新取得它的minx 然后把这边给换掉 好我们再来试一次 耶!它这样就乖乖的移动了 我要把我的猫咪放回来 然后为了确定一下我的排版没有歪掉 我要再加上背景颜色来检查一下 好看起来是正常的 我再改变一下我的V spacing 好V spacing 有乖乖的长大 图片也没有跑出去 我们也检查一下它转向的状况 好看起来都很正常 我来试着把这个猫咪变小一点看看 好这边你就可以看到 如果同一排不同高度的话 它会怎么样显示 好那这一集介绍就到这边 我会介绍这个layout 主要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排版很实用 你可以再试看看做层直的排版 很适合放图片 下一集我们会再来做这个自定layout key的view 你会可以自己设定你的view要出现在几点钟方向 那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拜拜